善为至宝 一生用之不尽 心作良田 百事好之有余 人的一辈子 说容易不容易 说不容易 其实想想呢 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 经过了大半辈子的操劳和奋斗 我们终究会迎来人生中的老年阶段 这个阶段里 我们能不能安静地享受生活 能不能放空心态去面对的生活 其实完全取决于年轻时候 有没有为自己打好基础 一个人老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 才知道自己曾经哪些事情做得不对 哪些事情做得让自己后悔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 积累福报 生活才能够越来越顺 一个人老了 没有福报 取决于这几件事 没有的话 尽早学会吧 否则 你将失去更多 三个能不能 有容乃大 懂得包容的人 才能够获得更多 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大 证明他能够承受的就有多少 我们这一生 总是会遇见很多人 遇见很多事情 遇见很多的麻烦 解决很多的麻烦 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但是当你熬过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是另一片天地 做人想要获得轻松 就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接受别人对你的伤害 也接受所有对自己 有敌意的人和事 专心做好自己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颗包容之心 会让你获得更加的轻松 二 能不能放下过去 人生在世 无非那么短短几十年 能够拿得起 放得下 人生才会更加轻松 过去的事情 我们总会回想起来 它也许在我们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也许会对我们造成了 永久的伤害 但是学会了放下过去 你才能够更好地接受未来 人老了之后 一定要学会放下过去 不要让那些悲伤的事情 牵绊你一辈子 否则 生活里 永远像是有一个心结 无法打开 生活其实 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吗 安安稳稳地 过自己的日子 才是最简单的幸福 不要因为那些 尘封已久的往事 来影响你的生活 否则 你将永远无法摆脱过去 三 能不能心静如水 心静如水 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有时候 人最难的 就是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能不能做到心静如水 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定力 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 不能够心静如水的人 做什么事都不会安心 三心二意的态度 永远不会取得成功 反而会让你的人生 充满很多的失败 因此 养成静下来的心态 无论是对你 接下来的生活 还是工作 都是一件好事 渐渐地 这种心态 会伴随着你到老 安享晚年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人到中年 想要后半生过的安心 就不要欠下 以下三种债 别不在意 一 赌博债 赌博是一种 很不好的习惯 朋友之间玩一玩 算是一种乐趣 但把赌博 当成了发家致富的财路 这样的想法就不对了 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 任何的成功 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且还要脚踏实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而不是为了得到利益 不择手段 再者 赌博的危害也很大 有些人本想赢了 可以多赚一点 也不用付出什么太大的劳力 但事实上 赌博的人赢的几率小 而输的大有人在 有些人不仅把本钱给输完了 还要再借钱继续玩 无疑就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人生在世 钱固然是好东西 但也要懂得知足常乐 什么事情都不要投机取巧 不然到最后 害了自己 还连累了家人 未免有些不值的 对于中年人来说 千万不要欠赌博债 因为你还有家人要养活 别为此 伤害了家人之间的感情 到头来什么也没落下 2.人情债 人情债是最难还的 如果在你困难的时候 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那你应该滴水之恩 定当涌泉相报 但也要分清情况 因为不是什么人情都能还 比如亲戚帮了你很多 恰巧亲戚家开了一个店 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价格 却比其他人要高很多 对于其他人来说 自然会选择便宜地去买 偏偏亲戚让你帮忙 倘若你帮忙了 只会让他人觉得 你是想钱想风了 你自己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可是要不帮忙的话 又怕亲戚说闲话 总之 就是里外不是人 不过对于这类情况 总还是要拒绝的 做人不能昧着良心 人情债并不是一个数字 其中还掺杂了许多的感情 对于这样的债很难还 所以 人到中年 为了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就别去欠人情债 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三 风流寨 风流寨为人不齿 做人应该讲究对爱情忠诚 而不是想要脚踏好几条船 万一哪天遇到大风大浪 船翻了 那遭殃的那个 就是喜欢踏船的人 不过有时也会连累家人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凡事不怕万一 就怕一万 人到中年 应该对自己的家庭负起责任 而不是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如果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背叛了婚姻 又该怎么处理呢 到头来 受伤的是两个女人 欠风流寨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会感到纠结 烦闷 不知道如何办 人要学会换位思考 如果另一半 也做出过同样的事情 你是否也会原谅 所以 做人不能太自私 更不要去欠风流债 制衡济语 切记 人到中年 不要欠以上三种债 否则人生会过得很辛苦 做人一定要明白 知足常乐 要明白钱财这种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不需要计较太多 更不要为了自己所谓的好日子 而踏上不可挽回的道路 做人要记得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不论你欠多少的债 总有结局的那一天 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而不是等到发生了 才开始后悔 这没有任何意义 人到中年 日子应该过得更加舒坦 走在人生的旅途中 欣赏美景 而不是把自己 变得压力很大 而且被以上的债 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人生 只会让人感到悲哀 中年人看待事物的眼界 要宽一点 不要坐井观天 把自己的品位提升 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负责任 你觉得 人到中年 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呢 可以把你的想法 留言在下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感谢观看